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每个人的心目中都住着一只自由自家的鸟儿 很多人的现实生活并不理想 因此就想着自己能够化身成一只鸟 冲破云霄去勘探更广阔无垠的天地 梦想纵然非常美好 但是现实就像是一堵高高的墙 人们永远也跨不过 然而万事都没有绝对 在中国就有这样一个地方 让人类实现了飞檐走壁的梦想 这个地方就是雁荡山 雁荡山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北部海滨 被称为中国东南第一山 在东南地区的各座山峰当中 有着难以撼动的地位 整座山峰以山起水秀而闻名 素有海上名山环中绝胜之语 大多数旅游爱好者去雁荡山旅行的时候 并不是为了看翠绿的山和清澈的水 而是去飞拉达攀岩 雁荡山的飞拉达军险又刺激 陡峭的悬崖中央有金属扶手 梯极 蓝锁 脚等等 攀岩者们用这些简单的辅助工具 沿着整座山峰攀爬 极其考验攀爬者的耐力 人们在攀爬的过程中 不仅要克服疲惫劳累 还要顾及人身安全 只要上了飞拉达 如果没有到达终点 就没有中途下来的道理 所以每一个来到雁荡山 飞拉达挑战的人 都是拥有惊人的魄力的 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山间的烟雾环绕着 攀岩者有时候连前进的方向都看不见 稍微不小心就可能摔得粉身碎骨 饶事如此 依然有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 来雁荡山飞拉达挑战 人类的勇气真是不得不让人佩服 飞拉达自建立以来 就成了雁荡山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人们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 在陡峭的悬崖间来去自如 这个时候的人类和情渺小 自然多么雄伟 看到这里 你想不想去雁荡山的飞拉达挑战一番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